赵丽颖作为当红的一线女星 经典佳作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情界精湛的演技 劝粉无数 赵丽颖一个从农村走出来 毫无背景的女孩 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现在 成为娱乐圈的当家花旦 影视剧女王的位置 延然成为了励志一姐 如今赵丽颖的颜值也是越来越高 至于现在的她已经30岁了 还是单身一人 不过她的绯闻男友却不少 当初赵丽颖跟陈晓合作 怒针传奇的时候就传出了绯闻 怜然颜值和演技又高 简直是绝配 可后来开始分手了 赵丽颖和李一峰合作了 忠仙青云志时也传出了恋情 不过可惜的是 毕业和张晓凡最终没能在一起 赵丽颖和陈美平 怜然自从出演了老九们之后 就一直肥闻不断 这对CB也让网友们很是喜欢 只可惜所谓的恋情并未得到双方的承认 前段时间赵丽颖被拍到 和洪晓峰一起回家吃饭 获益的肥闻 倒的是沸沸扬扬 难道两人开始交往了 不过最终却依旧只是肥闻罢了 这么多的男神 不仅陪着他一起拍电影 一起搭档 但是现在的赵丽颖还是单身狗一个 赵丽颖每次现身活动的时候 都会被问到有没有新的恋情 最想嫁的是哪位帅哥 但是赵丽颖的回答 并进了整个娱乐圈 他说自己最想嫁的就是自己的父亲 很多网友都说 这样的回答情商真的是很高呀 这么巧妙的就回避了这种问题 真不愧是女神 元春全能播放 善良好的 嫁 об 印